从此被第二天 第一天齐开得胜的美国和日本交手 信心满满的美国 一开赛就知道这一战可不简单 林花妹在宫崎早知和林孝希的带领下 展开了行云流水的进攻 让对手完全找不到防守重点 日本队快速取得领先 并且开始走马换将 在命中率超过五成的加持下 居然第一节就已经让所有人都上过场 而且有八人得分进账 十八比九前十分钟结束 美国队开始感觉对胜利减少期待了 第二节比赛风向没有改变 日本队进攻防守方式已久 不过美国队稍稍适应 先发五人逐渐热机完成 FOR几次进攻奏效 半场连一分钟都没休息 拿下八分进账 但只有一个进攻点当然不够 日本这边团队作战持续拉开比分 马捂里也在第二节加入战局 单节拿七分抵消FOR的进账 半场结束 两队四十比二七已经是十四分差 下半场 日本队把主攻拳又变成了曾我不奈央 第三节拿下五分 西纲里沙也偶有加错 两人全场都各拿了十分 日本队站上二十分差距 美国队已经完全没辙 第四节 林孝希得来负责买单 五成七的命中率 攻下全场最高了十四分进账 最后十分钟 对手不设防 太阳骑军团单节三十二分 比赛结果不用问了 中场九射比五三 日本赢球 拿下二点胜 完全新闻众合报道